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十字光标的设定 同学看到老师移到哪一个位置上面之后 再按下F9 交叉的蓝跟列就有这个highlight的颜色呈现 这个用法是方便同学在看资料的时候 避免看错行 有些时候资料太过于繁杂的时候 真的需要这个十字光标来做辅助 那这个地方老师并不是点到哪一个位置 就可以马上出现光标 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要设定 让它点到之后马上出现光标 必须搭配一个VBA的一个程式 那如果我们使用VBA的话 就得把档案存成一个聚集的档案 可是微软现在针对聚集档案要求得更严谨 你必须降低你的安全性 那有些公司也会过滤掉这一个聚集的档案 所以今天老师就不使用聚集 当你需要看到这个十字光标的时候呢 你就按一下F9 就可以让你马上的看到这个十字光标的这个呈现 好我们先到函数说明这一页 然后我现在假设我在C1的位置这个地方 这地方呢如果我用一个CELL的函数CELL 然后左刮号 好CELL呢它可以回传出我们指定的内容 例如我现在希望它可以回传出我现在所在的列号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这个ROW 好点两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ROW的前后都有两撇 然后右刮号ENTER OK它回传出我们现在呢在第一列号上面 好那我现在呢把游标放在第八列之后呢 我按下F9让它更新一下 它就知道说呢 我的游标现在目前作用的这个游标呢 在第八列号上面 好如果点到第十五列这个地方呢 再一次F9 它就告诉我说 你的游标呢在第十五列号上面 好那蓝的部分呢也是一样 我现在如果游标呢放在D蓝这里 那我们就输入等于CELL 然后左刮号 好我想要回传出我现在游标在哪一栏呢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COL这一个 好点两下 好了之后呢右刮号ENTER 好它告诉我呢 你现在游标呢在第四栏 这边出现是1234在第四栏 我的游标如果在这个地方呢 Q栏这里我已经不知道它第几栏了 我们按一下F9 好所以它可以回传出我的游标呢 在第十七栏上面 好那如果游标呢点在A1这个地方 然后F9 OK它告诉我你的游标呢在第一列号上面 然后在第一栏上面 OK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函数呢 它可以回传出你现在游标所在的位置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观念呢 把它应用在我们的格式化条件里面 好那我们先回到S这一页 然后我们在资料里面Ctrl A全选 好我们到常用标签 然后找到条件式格式设定 然后选择这个管理规则 进来之后呢我们新增一个规则 然后使用公式 这边呢我们就等于C E L L 好然后左刮号 两匹要自己打R O W 两匹好 这样子呢它只有回传出你现在游标在哪一列 对不对 可是我们要跟它讲说 你要等于什么 等于我游标所在列号 好所以呢我们要等于ROW 然后左刮号右刮号 也就是说呢回传的位置等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OK好那没有问题之后我们给它一个颜色 格式进来之后呢填满 然后给它一个我想要的颜色 好了之后呢按下确定 OK好好了之后呢我们按下确定 我们这个函数呢只有判断到列的部分 蓝还没 所以十字还没有形成 只有列的部分 那我们先按下确定出来看看效果 好我们游标在哪一列上面 然后按下F9 OK它就会跳颜色了对不对 好只有那一列有颜色哦 OK好那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就来做蓝的部分 Ctrl A 然后呢我们再到格式化条件里面 常用标签条件是格式设定管理规则 进来之后我们再重复规则 然后我们再点上面这一个两下 好那我们把这个列的部分呢改成蓝哦 COL OK后面要等于什么呢 蓝的部分呢就要全答咯 就不能减写 COL U M OK好 好了之后颜色一样 然后我们就确定 再确定 好那我们一样我们现在呢 游标点在哪一个储存格 然后F9 OK你就可以看到十字光标咯 好十字光标的设定呢非常的简单 所以同学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同学就可以把你的档案打开来 然后跟着设定看看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